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阿科 在路上我现在在普兰县 准备前往全国人口最少的渣打县 我国与印度中断边际争议区全部位渣打县进内 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个边陲小镇吧 这个东北哪呢 来这里很多年了是吧 对 以前这里是不是应该是很多尼泊尔跟印度人来的 是吧 都在这 整个市场全是印度人 全是印度人 就是他们的团太多了 每天都有 现在就啥都看不见 现在好冷清我看很多饭店啊什么酒店都关门了 对对对对 那这个对你们开车有没有影响 相当有影响 原来我们拉那个油车 它来的有的不是自家油的 就来不做我们的车嘛 到这儿当然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淡季 淡季 我们现在就靠拉学生 就靠拉学生 最前拉花钱学生了 拉花钱学生 包车了 那个挣钱 或者你就是多少钱 跟公司的还是说是自己承包的一个车 自己承包 自己承包 那现在是只是给公司多少钱就行 6月7天 那你游杯那些情侣 你不知道有人没人 你不跑了 大比方冬天我们回老家了 最前也交账 也要交账 交账 你会麻烦吗 这次很麻烦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是我们车自己的嘛 挂号公司嘛 最早一年才交一万的 现在不行了 8万4了 我这太夸张了 太多了 跑十几年了 十四年了嘛 那就今年的嘛 这要搞了 哎呦 那今年他们应该 价格应该要降下来才对吧 为什么 你们没 那应该怎么 你不让别的 对 原来是我们挂号嘛 我们买车自己来回换车 今年的就不让了嘛 因为他们 他换车的时候 他们换都换了 那他们自己的车 我们线路都没够我们钱了 阿里到拉萨那个 好那个 这是 我们费用交不起了 交到钱 那有约三万五嘛 嗯 交不起了 交不起你交了 费用你 费用你挣不到的话 你把车交了 这样子 这样子 他就拿这话卡你 你说你交了干啥 你干啥去 对啊 毫米自己经营弄多年了 你说就把线路 那粗要卖掉嘛 我也可以卖 大比方 我可以卖给那个 你要干 我卖给你 卖给你 但是钱没过多啊 应该再过个一两年 会好一点 那个疫情结束了就好了 嗯 现在现在是亏本在熬 对对对 哎呀 喝了我吓你了 走吧 从普兰县到渣达县 随道纳目如转车 然后搭车前往渣达县 途经百万年前 行程的渣达土林 390公里 需6个半小时 由于阿里地区 公共交通的缺乏 中途班车司机 要在巴卡乡 接战役学院的学生 这边是赶人波旗 下面的一个战役学院啊 在这边 呃 装学生去阿里地区的 你们里面住几个人啊 8 6 6个人 16岁 哦 哎那快快成年了 15岁 对 好 学3年就可以毕业了 是吧 哦 3年就可以毕业 现在班车一共有50个同学啊 这个 这辆车就装25个 另外还有辆车过来的 现在纳目如这里下车了啊 哇 这里风好大呀 准备从这里搭车去大达县啊 就这个路口进去 往前面走就是4000个了 这边过去翻两座大山 我们站住了两个是福啊 觉得很好啊 载我一程到扎达县 太感谢太感谢了 可以啊 试一下 哦 哦 哦 羊的是吧 哦 羊肉是吧 还没吃完没吃完 吃着羊肉 听着站起 沿途风景犹如一星球 近400万年前形成的土林 据地质学家考证 100多万年前 渣达到普兰之间是一个方圆500多公里的大湖 喜马拉雅造商运动使湖盆升高 水位线递减 冲磨出建筑物的层高 历经风雨侵蚀 在碧莉陡峭的山沿上 雕琢出惊入的模样 好走啦 拜拜 拜拜 这个实在是吃不下这块肉啊 然后又不好意思了 就把它藏在了那个口袋这里了 下车再人了 沙达先是全国人口最少的县城啊 整个县城也很小 一眼就能看完了 然后它整个县城都是被土林给包围着的 你在这边是不是开很久了 这家店 这家店开了三年多了 这个一年都四万多 四万多一年 那但是挺贵的 这么便宜的地方 从外面拉过来 对 什么东西从外面拉 那水店贵不贵啊 这边的水店 水店贵不贵啊 水店贵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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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了啊 这边太阳气还刚刚升起 而且这边还是没什么人啊 很冷清 然后还有很多商店都关门了 这边的商店大部分都是汉人在开的啊 然后他们都是冬天就回去了 然后夏天来年的四月份再过来这边开店 也就是说这边都是一个季节性的县城啊 到了冬季的话这边就更没人了 渣达县总面积2.46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1万人 除少数汉族回族外均为占族 海拔3700米 熟高原亚航带 干旱气候区 日照时间长 气候稀薄 干燥多风 距离拉扎1760公里 原为渣布样中和达巴中属地 南陵印度乌塔兰切尔班 西街喜马斜尔班 北维克什米尔地区 中国与印度的争议领土最为大众所知的是 湛南和克什米尔地区 但是显为人知 被忽视的中断边境更为致命 虽然中断争议地区仅2000余平方公里 相当于三分之二个深圳 但是长期被国民所忽视 这里距离印度新德里最近 战略地位极高 这片冲沙地区管一上指的是 山、冲沙、波林、山多地区 已被印度非法侵占 历史诗余载 从2000多年前开始 战族先民就来到此地深西繁衍 到了公元7世纪 随着西藏土拨王朝的建立 冲沙作为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建设 从元朝开始 冲沙更是由中央政府直辖 与中元文化相接轨 但是这片世外桃源般的净土 在近代确保金山山 先是英国殖民者入侵冲沙 欲界勘探殖民侵占此地 遭到当地军民的英勇抗击 印度独立以来 对西藏的记忆更是毫不遮掩 到了1952年印军倾注此地 两年后印军正式霸占冲沙 印度地图更是将冲沙划入印度版图 当地军民从未放弃抵探 始终坚称我们是中国人 整个县城就两条主干道啊 一条直的 然后在这边是一条横的 你们在这里开多久了? 我有十几年了 那你冬天是不回去的是不是? 要回去 也回去过年 大概什么时候走呢? 我29号走 那你什么时候再回来呢? 3月份 3月份 那空这几个月还是要交房租的 是的 这边房租都贵不贵啊? 就那楼上的四间房租三万块钱 老板娘是哪里人啊? 陕西人 陕西人 那这里是陕西对口原建的吗? 不是 咱们搭吧是河北 啊 这边也有 小脸黄公有 阿嬷 回家了 到五七天就回家了 二十二 今天生意这么好就不要回家了 要休息一下 要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一到冬天就人就变形了 这张脸 不要点掉啊 快点掉啊 哎 点掉了点掉 等下来 等下外王回家了 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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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老伙男说了一样啊 达达县就是河北原建的 达达县的角落就是 这个达达县的人民医院啊 就到尽头了 很小的一个县城 现在很冷清啊 都看不到人 估计整个县城现在连一千人都不到啊 哎你好 哎现在这县城他有多少人啊 现在 空城 对 空城了 空城了 大县人住的房间都是很不错的 都是这种独栋的 大姐你好 你是站住的吗 我过来旅游的 我可以参观一下你的房间吗 可以吗 可以是吗 可以是吗 谢谢谢谢啊 我现在还是在批柴烧火啊 嗯 现在会不会经常停电啊这里 嗯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了都有电啊 嗯 那挺不错的 大姐得来 那我现在进去了啊 进来了啊 好 这里好舒服啊 好干净啊 这边这里是客厅是吧 好的 哎 自己种的 哇 好舒服啊 这里就好像感觉在江南 在南方一样 嗯嗯 这边就是客厅啊 哎 哎 哎 对 对 他就睡觉到就不打哑他了 哈哈 这边是 好的 一些啊 啊 这边也是个客厅啊 哇 你们这有好多简状啊 可以看一下简状吗 哈哈 哦 这你小孩高中毕业了是吧 嗯 现在在读大学 现在在大一 哦大一了啊 嗯 在哪里上大学啊他 内地 内地 东北 哦东北 哇东北也很冷哦 哈哈 你这里还冷 那个小猫跑进来了 这边哪个就是厨房啊 啊 啊 厨房啊 啊 这厨房啊 这是牛肉啊 嗯 啊 你们这边还存了很多牛 这样放也不会坏是吧 牛肉 嗯 对 这里没有 这没有了啊 谢谢谢谢 哈哈 你们在这边是当地人 啊 当地人 老家是浦南 啊 浦南的 浦南过来这边的 那这边的房子是政府盖啊 还是 是最最全盖的 啊 太太棒了 太厉害了 哈哈 好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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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